嗨,大家好,春节假期倒数计时了,你们的年夜饭菜谱想好了吗? 我先给你们送上一道富贵花开,是玫瑰花,也是饺子。 乔曼面粉的颜色不是特别深,所以不会特别影响调色。 红曲粉千万不要放太多,加糖是为了盖住红曲粉的味道。 揉面的时候需要少量多次加,揉成光滑的面团。 只不过这个颜色嘛,跟我想要的还是有点差距。 不管了,盖上保鲜袋松弛一个小时。 再来准备一下饺子馅。 过年也不要吃太油腻,鸡胸肉就挺好。 200个鸡胸肉加一个鸡蛋先搅成泥。 加入提前泡好的葱姜水,即使嚼打会更细腻。 调味很简单,淡了可以蘸酱吃,咸了可就麻烦了。 今天这个馅还有点花头,配上玉米,胡萝卜和青豆粒。 寓意筋韵满糖。 松弛好的面团稍微有点黏。 案板上抹点干粉,把面团揉缩成长条。 这次用的面粉还挺劲道的,是不是有点厉害。 然后切成小剂子,每个十颗左右。 盖上保鲜膜防止干粘。 作为一个南方人,擀饺子皮的手法琢磁生疏。 一朵玫瑰花,四片饺子皮。 重叠的部分不要太多,饺子馅也要克制一点。 折叠的时候边缘不用压紧,不然玫瑰花瓣就粘溢起了。 随便从哪一边卷卷卷卷起来,就得到了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花。 轻轻地把花瓣剥开,就是一朵漂亮的玫瑰了。 无心挑出的粉色也太好看了。 这一盘上锅蒸20分钟。 其实,我还有不少坐翻车的,准备煎了来吃。 剪刀底部焦焦的,加水没过饺子三分之一处,盖上锅盖,小火收干水分。 细心的你们肯定发现,加热过后的玫瑰饺子,由粉红加仁变成了朱砂质。 这个颜色真的太让我惊喜了,不过还缺点东西。 好了,变身成功。 有没有乱花剑玉迷人眼的感觉? 这样一份包着金玉满堂的富贵花开饺子。 你愿意端上你的年夜饭餐粥吗? 俗话说,好吃不过饺子。 当然,也要祝愿大家,耕碎娇子,团圆福禄。 我们下期再见咯。 谢谢大家